刁装启动仪式开始 明白明白 4月28日 31SCC-52000TM正式交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广东火电工程有天公司 SCC-52000TM作为国内首台二合一履带式启动机 它是由一台2000吨和一台10年前的1600吨履带式启动机 改装合体而成 它通过更换左右纵粮、前平台等少数几个零件 既能以3000吨的量级出码 也能拆解成独立运转的两台起重机 联合作业完成复杂任务 合体后最大起重量3000吨 相当于可以一次性吊起2000辆小轿车 双臂打开后占地1600平方米 约等于5个篮球场的大小 值得一提的是 该合车方案不仅节约了购车成本 还提升了整车利用率 实现了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而且SCC-52000TM的吊带性能 稳定性方面 在某些工况实现了 1加1大于2的跨越式增加 如单车模式LTB78加60工况 68米半径吊带278吨 合车后相同半径吊带达到580亿吨 可以说比全世界任何一台 满足78加60工况的3000吨级铝短雕 还要强 提到解 这台SCC-52000TM将参与第三代 中国核电站华龙一号穷顶雕装项目 是三一起重机 以中国能建合作供应的良好开端 同时 华龙一号也代表着 中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 提升世界第一方阵的国家名片 我是小马 专注工程机械的事